少女媽 詞曲 雯雄 詞曲 雯雄 那年我16歲 因為潘映穎鬥粗跟朋友亂跑 也遇到一些感情的問題 心裡鬱悶 朋友看到我這個樣子 就介紹咖啡包給我認識 說喝了會很愉快 我停了跟她拿蜜包 回家就马上泡来喝 过没几分钟 心情变得很放松 感觉都在飞 没想到药性退后以后 忍不住再想 就这样 把我所有的钱拿去买 最后也只能偷爸妈的钱 也偷姐姐的钱 姐姐是第一个 发现我吸毒的人 姐姐非常愤怒又愤怒 用棒球棍打我 爸妈也不无敌我 我关在房间两周 那两周我过得生不如死 脾气暴躁 乱打东西发抖 真的太痛苦 两周过后 出来不敢再用了 朋友有些是因为好奇 有些是遇到困难想逃避 婴儿开始使用毒品 最后他们的校长都很惨 有些因为是死掉 有些是出现精神状况 有些是开始 伤害自己的家里人 有些是开始 抢自己爸妈的钱 跟姐姐的钱 那时候我有一些干哥哥 他们有门路都找他拿 咖啡包一包六百 我三年内就喝掉五十包 一开始我有在上班存钱 全部都花在那上面 最后不够用 就开始偷家里的钱 偷姐姐的钱 偷爸妈的钱 偷一些朋友的钱 因为女朋友的出现 以及看到家人 为自己担心的样子 我追她三个月 那三个月都还有在吸 这件事被她知道了 她告诉我 她没办法接受一个 会吸毒的男朋友 所以拒绝我 我为了变成她喜欢的男生 每天努力上班 朋友找出门都拒绝 并远离那些会吸毒的朋友 如果可以重来 我不会再想认识那些 会吸毒的朋友 如果他们给我毒品 我也会想办法拒绝 因为毒品对身体伤害很大 现在我知道可以透过聊天 喝小酒的方式来 疏解我的压力 绝不会再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 大家国中都有叛逆期 如果真的有在碰触毒品的人 奉劝各位要戒掉 因为失去你的健康朋友 家人以及你爱的另一半 此外为了自己 也为了周遭的同学及朋友 如果发现或知道任何毒品来源 或毒品接触者 一定要积极 包括老师 师长或警察 当得勇敢的吹哨人 让毒品真正远离 我们的朋友或家人 勇敢吹哨 毒品假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